女孩突然跑到马路上 一辆汽车迎面驶来 关键时刻 父亲一把将她抱起 汽车的速度瞬间被放慢 一个气泡包裹着父女二人 女儿感到很奇怪 她并不知道 父亲有暂停时间的能力 在这个城市 超能力者都被人类称为怪胎 只要发现他们 就会立刻进行捕杀 父亲为了保护女儿 在房子的周围布下了时间气泡 附近的生物都是静止的 但她不能持续地使用超能力 因为这样的话 她的眼角就会流血 这也是怪胎和人类的区别之一 女孩叫小一 从小就被父亲求建在这座房子 每天还要接受父亲的洗脑 作为怪胎的女儿 父亲给她做了各种心理建设 让女儿熟练伪装成正常人 并计划将女儿送养给邻居 但时间一长 小一对外面的世界越来越好奇 这天 她撕开玻璃纸 看到外面有一辆冰淇淋车 于是就不停地念叨着 给我冰淇淋 给我冰淇淋 谁知女孩忽然转头 好像听到了小一的话 下一秒 楼下传来了敲门声 小一立马下楼 从猫眼里看到了冰淇淋 她打开一道又一道的门锁 出来后 看着美味的冰淇淋 小一正要接过来 父亲却突然出现阻止了她 等关上门后 小一的行为惹怒了父亲 直接拖着她走进了黑暗的壁橱里 第二天 父亲感到愧疚 于是就为昨天的事情向小一道歉 可小一并不原谅她 父亲只好答应她出去买冰淇淋 但条件是 小一必须保证再也不出去 女儿欣然答应 高兴地抱住了父亲 但不久后 父亲却拿着枪从外面回来 小一吓坏了 等安全后 她赶紧翻起购物车 等翻到最底下 她却失望了 父亲没有给她买冰淇淋 于是就转头去质问父亲 可父亲却说 我都快没命了 你还想着吃冰淇淋 小一却不理会 打算自己出去买 父亲赶忙叫住她 你不知道外面有多危险吗 说着说着 父亲就昏睡了过去 随后外面的鸟儿突然动了 灯也随之亮起 时间都恢复了正常 因为父亲睡着了 超能力也随之消失了 小一转身离开 输入保险柜的密码 从里面抽出一张钱 就独自去买冰淇淋了 老头邀请她上了车 二人来到了公园里 小一开心地荡着秋千 但老头却越送越高 小一害怕了 开始大喊停下 下来后 小一生气了 但老头却说 老头瞬间明白了 这全都是小一父亲教她的 原来她不想让女儿使用超能力 刚刚老头的做法是故意惹怒小一 想逼出她体内的超能力 随后 老头又讲述了小一妈妈的故事 可就在这时 一名警员突然出现 他认为老头不是好人 就掏出枪警告他离开女孩 可老头却不停地告诉小一 眼前的警员是个坏人 他要杀死我们 小一着急了 嘴里不停地说 下一秒 警员的眼神瞬间变了 他好像被控制了一样 真的收下枪离开了 这就是小一的超能力 老头却一副欣慰的表情 回去的路上 老头终于说出了自己的身份 原来啊 他是小一的外公 也是一个超能力者 随后拿出一张照片 说这个就是小一的妈妈 但爸爸告诉过他 妈妈已经死了 但外公却始终不相信 回到家门口 外公拿出一包药 告诉小一 下次看到冰淇淋车 就把这包药给父亲喝下 为了还能吃到冰淇淋 小一欣然答应 另一边 父亲突然苏醒 时间再次被暂停 这个女孩要堵死自己的爸爸 他准备喝下 却发现不对 杯子上居然沾着白色粉末 他用拇指擦掉 然后用鼻子一闻 瞳孔瞬间放大 我去 还真要堵死我 女儿当场逃跑 父亲扔掉水杯赶紧追 他捡起地上装药的小袋子 质问女儿哪里弄来的 但小一却不停地说 去睡觉 快去睡觉 下一秒 父亲就静止倒下 睡了过去 此时 小一的眼角流出了鲜血 这正是他用超能力的副作用 随后 他拿出一打钞票 就来到了外面 却被外公拦下 他擦掉小一眼角的血迹 询问他要去哪里 小一说要去邻居家找新的妈妈 可外公却说 带他去找真正的妈妈 他们找到一名探员 外公假装自己是个牧师 想利用探员带走小一 去寻找他的妈妈 因为外公知道 他们是不会伤害年幼的异能者 只见探员拿出紫光笔 对着眼睛轻轻一扫 果然是个怪胎 但接下来的谈话 小一却说了罗嘴 他把爸爸教他的那一套 全说了出来 不承认自己是个怪胎 小一跑到后厨 外公及时跟了上去 他训斥小一刚才的表现 但小一还是坚持自己不是怪胎 突然 他们的谈话全被服务员听见了 外公二话不说 走上前去 用一根铅笔解决了男人 外面的警员已经包围了他们 关键时刻 外公突然隐身 逃过了一劫 可回去的路上 小一爸爸突然出现 他让女儿下车 然后带着老头和车一起消失了 两秒钟后 又突然出现 他抱起女儿就走 然后带着钱来到了邻居家里 打算把小一送给邻居抚养 但他毕竟是个怪胎 邻居的女儿并不接受他 小一用命令的口气 让女人说爱他 但女人并不答应 于是小一的超能力再次显现 女人抱着小一不停地抚摸 就在此时 小一的眼角又流出了血 等女人反应过来 发现自己刚刚被控制了 他愤怒地把妇女二人赶走 回到家 父亲再次把小一关进衣橱 等冷静过后 一双被铁链扣住的手 搂住了小一 女人正是小一的亲生妈妈 此时 她正被关在一个神秘的地方 小一却以为她已经死了 突然一个男人进来 将妈妈拖了出去 小一赶紧追上去 妈妈却不见了 父亲看见后 又把小一推进了衣橱 然后用电钻封刺房门 就在这时 小一低下头白眼一翻 电钻突然不受控制 缓缓地对准了父亲的下巴 父亲害怕了 不停地求饶 小一这才停下 父亲赶紧打开了门 向女儿道歉 小一却晕了过去 等她醒来 说自己刚才看到了妈妈 父亲感到疑惑 她不是已经死了吗 外公却告诉她 并没有 现在她被关在一座山上 我们必须想办法救她出来 父亲听后 和外公大吵了一架 她一直以为 妻子已经死了 在外公眼里 这只是短短的几个月 可对父亲来说 她在时间气泡中 已经生活了七年 就在他们喋喋不休的时候 小一发现邻居 正在和一名警员交谈 她赶紧叫停父亲 下一秒 邻居和警员的交谈 就折叠在了自己家里 父亲和外公都惊呆了 这超能力 简直是逆天呢 父亲看向窗外 发现邻居家门口的二人 和自己房间里的 一模一样 这太不可思议了 从他们的交谈中发现 邻居因为白天的事 已经报警了 这下他们要有危险了 怎么办 此时小一的眼神瞬间变了 超能力再次被激发 这个警员被控制了 而控制她的 正是背后的小女孩 二人同时抬起手 然后 随后又一个掏枪的动作 她对准了自己的脑袋 关键时刻 父亲阻止了女儿 房间的二人瞬间消失 出现在外面 女人被福保罗当作异类 对着她一顿疯狂扫射 另一边 小一回到房间 拿着母亲的照片 不停地呼唤她 下一秒 母亲的镜像就呈现了出来 她被牢牢地捆住 小一摸着妈妈的手 两个空间瞬间切换 这就是女孩第二个超能力 重叠空间 父亲走过来 看着伤痕累累的妻子 内心十分的痛苦 这时 一个身影一闪而过 父亲二话不说 直接开枪 却没有造成任何伤害 因为他们根本不在一个空间里 只能看见和听到他们的对话 原来 他们打算杀死女人 最后关头 这位妈妈不停地说 一个粗大的管子 马上就要打下去 关键时刻 女儿的眼睛突然睁开 管子慢慢地向上移 小一又加大力气 让男人自我了断 全场都惊呆了 女儿还有这种操作呢 紧接着 旁边的警员也被控制 小一仅用一个眼神 就让他解开母亲的手链 然后俯下身 可就在这时 门铃突然响了 父亲瞬间暂停了时间 下去一看 居然是女警员 他赶紧上楼告诉外公和女儿 让他们赶紧离开这里 但小一却不想再逃了 他要救出妈妈 而这是他最后一次机会 看着眼前的妻子 父亲只好恢复了时间 假装成正常人来应付警员 进来后 父亲接受检查 并没有发现异类的标记 因为刚刚他已经用了药水洗掉了 另一边 小一还在操纵着男人 帮着妈妈离开 因为只有逃出去 妈妈才能使用超能力 就在这时 父亲的身份被警员识破了 一枪打到了肚子上 外公瞬间隐身躲了起来 谁知警员直接上楼了 发现了小一正在救妈妈 他二话不说 直接开枪 小一面前却出现了一片血迹 原来是外公挡下了子弹 小一瞬间被激怒 控制着警员手上的枪 一声叹气后 直接将其抱头 与此同时 外面已经围满了佛波勒 父亲还在艰难地抵抗着 他再次暂停了时间 解决了几个佛波勒后 他们决定发起最后的攻击 一枚导弹瞬间发出 小一已经累得不行了 他直接晕倒在地 而在另一边的母亲还没逃出来 小一听到了妈妈的呼救 再次起身 他用尽最后的力气控制了男人 打开了最后一道门 妈妈终于逃了出来 说完妈妈居然起飞了 威力十分惊人 小一也弹软倒地 与此同时 那枚巨型炸弹即将落地 父亲用尽最后的力气 再次暂停了时间 他抱起女儿 在最后关头终于逃了出来 但不幸的是 父亲却逐渐没了呼吸 女儿在旁边不停地呼喊 福一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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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一次 父亲并没有像往常那样 听他的命令醒过来 不久后 一枚炸弹再次落下 原来是小一的妈妈 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这一次 小一不想再躲了 因为他已经知道如何阻止危险了 小一抱紧妈妈 二人就像火箭一样一飞冲天 此刻 小一的眼神里充满了仇恨 编程